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最近我都在这边整理我的花花草草了 其中就是这个石湖兰 因为那时候体积很大非常巨大 所以那时候有把它稍微整理了以后 有弄成很多小盆 那各位看也是数量可观 最近我发现这个石湖兰准备要开花了 我记得去年我有看到它有开花 它是很大朵那种金黄色的花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今年好像又准备要开花了 因为我有看到花苞 那我想说赶快带大家来看一下 那花苞在哪里呢 我们请那个摄影师来帮我们拍一下吧 好看得到吗 就在这边 蛮高的我爬不上去啦 那摄影师还要拿一张小板凳站上去拍 那边有没有 这边还有这边也是 那边尾巴也还有 还有前面这还有一颗 这边这边也有 看不清楚所以我拿一个那个纸板 这样子撑着各位看得比较明显 当背景 对 我记得你可以跟各位讲 这边还有一个好像准备也要 花苞了 花苞了哦 各位可以看 像刚花苞了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各位可以看一下 很小 这牙点很小 是那一颗有一个蛮大的啊 这个啊 对对对对 嗯 哎呀 哎呀 哈哈 意外的驚吓 驚吓 因为有一只鸟刚好 停在那边 停在那个塑胶 塑胶 布上面 对对 对然后这发出一个声音 还有吓一跳 对啊 我目前看 大概就是看得到那个有牙 有那个 那有那个花苞的大就三根啦 还有一根可能快要发 那事实上其他应该陆陆续续 也是会找得到一些 就是要花时间找就对了 这个石湖兰应该也是种很多年了 所以它长出来的花是很大很漂亮 那时候这样一串的 非常的吸引人啦 那这种石湖兰应该 所以现在应该比较 花式好像有时候没有办法看得到很多 一般都比较矮矮的这样子 这个是真的是算多年很巨大 那我是也不错就是朋友送的 那今年又可以继续去开花 那又可以欣赏了 那到时候它有全开的时候 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只是今天先来预告 我家石湖兰准备要开花了 那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